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多事情发生以后 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重要的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现代女性有选择的权利 需要的只是选择的智慧 选择时候的知己更重要与知彼 生活是自己要过的 自己适合过什么样的生活 自己应该最清楚 但是选择适合自己的 不是自私自利或是自我膨胀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跟别人断得干干净净 孤绝地活着 有句话说 选择你爱的 爱你选择的 对生活也可以说 选择你喜欢的生活 欢欢喜喜过你选择的生活 所谓成熟 实践起来也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吧 而要坚持的就是选择以后 不抱怨不后悔 用见招拆招 逢山开路 逢水造桥的精神来击败困难 现在女性几乎可以像男性一样的选择生活方式 只要她是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并且有独立主见的女性 有些人很年轻就了解自己 并且决定了自己要过的生活 无怨无悔 充实快乐自信 有些人则是经过迷糊 彷徨摸索 然后觉醒的选择 两种人都达到了成熟的境界 只不过后者扰了一点路 但这些路呢 却也是成熟很可贵的经验 把生活过得一船糟的人 通常是不肯心甘情愿 过像别人一样的生活 比如结婚 生孩子 做平凡的家庭嘱咐等等 但是又不能把单身生活处理得很好 单身然而并不成为别人的累赘 需要智慧和独当一面的勇气 看见老鼠就吓得尖叫 打不开酱油瓶盖 小有病痛就撒娇 羡慕别人 有一个男人强壮的肩膀 宽厚的胸膛可以考的女性 千万不要垂涎单身的自由自在 而当青春消逝 生活因体力和心情不同 而变得简单的时候 老单身的人 有可能自怨自爱 自卑自怜 这个时候看见那些家庭主妇有丈夫 子女的照顾 心生后悔就太迟了 能够在选择过单身生活以后 自在潇洒一辈子的 就是成熟 同样的选择了结婚生孩子 做主妇的生活 就不要抱怨这种生活里的种种担子 可以用方法来调整 来改善 但是呢 不随便地逃避 特别是夫妻之间 没有什么绝对公平的原则可循 家人的关系也没有绝对的是或对 或是错 家庭是个小社会 一个主妇可能是院长的 部长的职责都要一尖挑 怎么样做得称职 而又不疲累至死 不被批评的体无完肤 都需要智慧 这也就是成熟 尤其不容易的是 婚姻生活不能靠自己一个人 就做得圆满 必须要全家人都能够同心协力 才有可能达到某种和谐的程度 有的时候呢 甚至仍然是有缺陷的 比较起来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成长和成熟的机会 大过于单身生活 接触过很多已婚的妇女 她们是经由初婚的懵懂期 逐渐学习体会 然后才成熟到可以适应的 曾经读到过一篇研究报告说 女性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承担过多过重的角色 年龄越大 她们的自我评价和健康的情形 都比只单纯扮演一种角色的要好 因为多重角色使她们生活变化比较多 处理事情的经验也比较多 能力呢就会逐渐的增加 自信心也会增强 这个研究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 但是不成熟的女性却无法通过 她们或是逃避或是崩溃 因此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人生中时时会碰到选择题 生活方式只是最大的题目 任何一种生活方式 都包含了种种小的选择题 从一个人选择了答案以后 怎样去实际处理 可以看出她的成熟度 不够成熟的人往往会在题目前 花太长的时间举其不定 一旦勉强选择以后 又熟足无措或是彷徨追悔 但是有心学习的人 会培养出成熟的智慧的